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尹斯汀 欢迎收看《Zone of OKOL》 我身边的就是陈家豪 见他在这里可能知道我们会说些什么 因为最近看新闻的话 很多跟FinTech有关的消息 亦有很多趋势或商机等 在哪方面呢 第一就是虚拟人堂的牌照 进入最有直路 第二就是有很多API的关键字 浮出来到FinTech的新闻 究竟是什么葫芦买什么药呢 我们就找陈家豪上来和我们谈谈 根本局的资料在2019年1月底 大约有20间零食银行 会提供500个第一阶段API 即是有第一阶段可以查阅银行的产品 服务等资料 包括一些可以查的利率 一些信用卡的优惠 甚至乎一些收费的公开资料 那么这么多的API 其实代表什么呢 很多时候大家有错觉 数字越多 当然越好 要看API本身是否有个标准 即是说如果500个API 即是有20多间银行提供500个API 那20间银行的标准都不同 即是代表如果我是一间第三方供应商 又或者很简单的说 我是信部 我现在是要做一个实时更新的网页 方便我们读者看现在最新的金融服务 你的IT部门就要随时写200个银行的接口 每一家银行可能给5个不同的接口 即是你做200次 是很辛苦的 真正利用电脑的优势 其实我们应该用一个标准 只要你搞定一套标准 那你无论你是银行A 去到银行Z 那你也可以用一样的办法去搏上去 才是最好的应用场景 现在我担心的是 以我手上收到的资料 情况就不是这样 是 的确就是 因为我根据这些资料 起码可以分几个不同的板块的API 譬如有一个就是APIX 它本身已经有13个银行 里面涉及到250个左右的API 但250个只是佔500的一半 剩下的那些 观望到月底还有更多250个 包括其他的大银行 加起来随时可能是 就是连起APIX 有五六个不同的板块 都不定的 其实我们可以怎样理解这些 有这么多的板块 譬如实际的例子 我是一个外国的企业 例如我们读者最熟的 Facebook 其实他都想做支付的 即是他的趋势 以及你看他的管理层出来说 都觉得未来在他的Messenger 可能都想做到类似支付的服务 如果他要照顾香港的用户 是否代表他要找那么多API 逐个去谈才能做到呢 我绝对担心是这样的 我就是这样看一件事 其实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其实我们香港现在的业务 基本上我敢说 绝大部分里面的交易 都不是香港本地的交易 零售很难说 零售可能有本地人 他始终都要买东西 但是有很多优侠的交易 其实那个份额都不小 但是香港现在最大的交易 其实就在那些大额的交易上面 那些是跨境跨国 跨平台的交易 API Banking 如果他在欧盟 就是落实成功的话 和我们周边的竞争对手 例如新加坡 例如南韩 他们做得好的时候 更甚的可能是深圳 他因为多或少 很多交易都和中国的生产来源 这样出货有关 那么香港作为这个世界金融中心 做过一个所谓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是因为这些API 反复可能有机会混乱 而它的开发成本 是高过其他的时候 我们的竞争优势 绝对会有负面影响 前提是会不会构成一个混乱 那我们和你刚才提到鄰近的地区 我们的比较又是怎样呢 或者他们是否比我们简单 或者数量少 还是怎样呢 分别又会在哪里呢 伦敦地区还没落地 是不是 很难实质地说 我觉得它会越简单越好 因为如果是一个聪明的政府 它应该是这样落实的 不如我们说一下欧盟是怎样 欧盟是怎样 欧盟因为快要落地了 它的做法很简单 就是它落一套是标准 大家就要跟 那些标准呢 其实我们是有国际标准的单位的ISO 等于现在我们做SWIFT 银行大亚交易 其实是用SWIFT的平台来做 而里面呢 是已经支持到这些ISO的标准 那就是说 如果香港的标准 是很类似欧盟那样 那就应该问题就不大 如果不类似的话 自己再开很多的山徒的话 这些在一套标准上面 再本地化 那你就会造成开发商的成本大 他们就不会选择香港作为交易基地 提供服务的基地 那在欧盟呢 它就会有一个叫做TPP 就是一个中介单位 你要申请牌照 就是说你作为一间第三方的IT服务公司 或者中介服务公司 你叫它未必 每间公司都IT的了 那这间中介服务商就要申请拿牌照 但是它一拿牌照 它作为一个持牌公司 因为全欧洲二十多个国家 都是一套标准 它就会自动接入 起百家银行的系统 那你想一下这个中介公司 它会选择 已经在欧洲行的系统 但是它走来香港 慢慢和你几百套APR 慢慢砌 当然你砌到那班 所谓地头虫 所谓山头主义的得益者 它当然会有好处 但是作为完成香港 或者令到香港的竞争力提高 其实我们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听起来也是合逻辑的 因为你越要兼顾很多不同的API的版块的时候 那个开发成本应该越高 对于我很大的公司 其实无所谓 例如你Google、Facebook 你人多好办事 但是你对于startup 就很难去做得到那么多 结果那些所谓地头虫 就会有那个优势 但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应该服务这类既得利益者 我们要看香港的整体利益 为依归 如果要维持香港的竞争优势 现在的API Banking 那个发展的方向是应该整合 应该就是令竞争对手 不要有这个恶性竞争出现 其实同样的事件 就在我们那个OFCA出现过的 就是同一个政府 他去决定香港有多少间电视台 他就强硬地说 某些电视台是不应该在香港出现的 因为它出现就会如何如何 对社会有负面影响 但是去到这个金管上面 就很出奇地 那个做法就是调转的 他觉得你竞争多是正常的 可能未必有一个长篇 是的 随时是没有的 但是我在这里呼吁 其实竞争固之然 我们是要令到它存在的 良性的竞争 我们是业界非常欢迎的 但是如果那个竞争 是造成恶性的 如果那个竞争是太多的 其实香港作为最重点 维持这个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 是因为它缺乏了一套标准 成本是无谓地增加的时候 这个我们是要考虑 其实不需要 是会减低大家的竞争性的 只是那个标准做得好些 其实大家跟一套 这样就可以了 有一个标准 无论是数量多少也好 起码就有一个共通的 大家都可以玩 但是大家都要跟一个框框去玩 这样就会合逻辑 合我们一般IT人的做法 好 这次的时间 差不多到下一部 我们再谈其他话题